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巴黎圣母院發生了一場大火 讓法國人舉國同輩,讓法國更加團結了 但是這場大火讓中國人分裂成兩個陣營了 第一個陣營叫做鄭長人的陣營 第二個陣營叫做小粉紅的陣營 那鄭長人是什麼反應呢? 大家看見鄰居,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國家發生了這麼大的災難 尤其是發生了這種不可彌補的災難 這種古建築,這種非常有文化積淀的建築居然失火了 那大家就覺得這個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小粉紅他們沒有正常人的這種同情心,同理心 他們看見別人家,遭了難了,遭了災了 他們內心裡面是非常的興奮,非常的高興 忍不住就要叫好 過去二十多年當中,這種事件已經發生過好幾次了 比如說第一次911 美國三千多個人在一個早上就全部都犧牲掉了 全部死了 中國的那批小粉紅那個進得高興 那真是難以言表的 這個抑郁言表的這種興奮之情 那當時有些人在美國都表示出來了 有些人剛下飛機在機場看見這個新聞了 就忍不住就鼓掌了 這被美國的當時的媒體還要給播放出來了 這是中國人的恥辱 還有一次就是日本的福島核電站泄漏 因為日本發生大地震,引起大海嘯 最後引起這個核電站,核泄漏 當時日本幾千萬人生命財產都受到了威脅 甚至全世界都受到威脅了 實際上全世界的人都很擔心 但是就是小粉紅恨不得那場核事故 繼續擴大,把日本給滅了就算了 這就是小粉紅 他們有個特點 就是對外界的,對外國的,對其他民族的這些災難 他們是由衷的叫好 但是對發生在本國的,發生對於本民族的這些災難 他們卻是選擇視而不見,選擇麻木 中國在過去這半個月二十天的時間 密集的發生了非常多起的災害事故 引起了巨大的人民的生命財產的損失 但是這些小粉紅大家都視而不見 比如說像江蘇延城的降水線的化工廠的爆炸 官方公佈的數據就有六十多人死亡 有四十多人失蹤 同時那場事故造成了幾十幢樓房被炸毀 周圍的農田,周圍的河流,湖泊都受到了大量污染 這是官方的數據 如果是民間的真正的有去調查的 那可能是比這個實際上的這個損失還要大得多 當地的老百姓,我在網上面看見一個帖子說 當地老百姓估計至少有五百人死於這場事故當中 這個我是相信的,可能還是比較保守的估計 因為有那麼十幾樁二十樁這種大樓都被炸毀了 完全炸毀了,面目全非了 那裡面的所有的人肯定沒有生存的機會 二十多樁大樓,裡面難道僅僅只有五六十人嗎?肯定不止 那麼這麼大型的災難發生了之後 而且不止一起,過去一共有二十多起這種災難發生了之後 中國人應當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呢? 小粉紅他們視而不見 因為我們現在不能把他們當正常的人類來看待 但是我們正常人應當怎麼樣應對這件事情呢? 首先呢,我們就要知道這個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密集的發生了這麼多起的災難 那絕對不僅僅是一個巧合 不是說我們現在到了災難高發期了 絕對不是,中國過去這幾十年 也從來沒有這麼密集的爆發過這種爆炸和火災 這種連續爆發的這種情形沒有發生過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我就這個問題去問了一位我們在國內的全民共振平台的發起人 他是在這方面的專家 他對中共的這個體制的運作非常的了解 而且因為他是一個非常高階的知識分子 對這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 後來我就向他去請教 他說現在主要有兩種原因 背後的這個力量在推動這個事件的發生發展 哪兩種呢?第一個是體制內的內鬥 現在體制內的官員他們內鬥相當的激烈 相當的激烈 大家因為是利益之爭,權力之爭相當激烈 那麼有一些失敗的或者是正在他們覺得有危險的 這些官員他們有時候為了轉移視線 為了這個混水摸魚 他們就採取製造人為製造災難的這種方法 來把整個的這個當地的這些情勢 形勢就把它給攪亂 讓當地的他的那些政治對手沒有精力 沒有時間去管這些事情 給對手製造麻煩 這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那麼另外一種災害呢 是因為經濟原因,經濟力量在背後推動 那現在的這個中國經濟形勢非常的不好 絕大部分企業,95%以上的企業是根本賺不到錢的 其中有一部分呢 而且賠錢賠得非常厲害 每一天都在賠錢 只要這個企業一直這麼經營下去 越經營的時間越長,他賠錢就越多 所以說現在很多企業主啊 他就急於想把這個企業給關掉,給關閉 但是要想關閉一家企業 那也是要付出巨大的啊 這個經濟上的這個損失的 工人遣散,這要費用啊 那些幹部工廠的那些管理幹部 要遣散他們的費用就更高了 那同時呢,他還要付什麼這個環保方面的費用啊 還要付這些這個稅務啊 過去所欠的稅務啊 所以各方面的這些費用加起來 那是非常多的 同時呢 因為在這種經濟下行 急劇下行的這種大環境之下 他那個企業要想賣錢 他的這些資產,動產或者不動產 要想賣錢也是非常困難的 沒有人願意在這種情況下接盤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對那些企業主來講 最好的,最佳的一個方式 對他們呢,損失最小的一個方式 就是把這個一把火 把這個工廠,把這個企業給他燒了 或者是啊 這個,一下子就把它給炸了 在這種情況下 他不僅僅不需要付這些亂七八糟的費用了 而且呢 他還可以從保險公司啊 得到相當大的一批賠償 他賣不出去 賣一分錢都賣不出去 但是呢 保險公司必須得按照他們當時保險的這個 標的來給他賠 所以這對他們來講 經濟上是最好的一個解決辦法 當然啦 如果你僅僅是一個民營企業家 給你一百個膽子 你也不敢這麼做 因為你一旦這麼做 稍微有一點蛛絲馬跡露出來 就會遭到啊 嚴厲的懲罰 你不僅僅是啊 自己的經濟上面要損失 你命都保不住 那麼哪一些人他有膽子這麼做呢 就是那些企業他表面上看起來是民營企業 實際上他背後啊 有整個官僚階層 在跟他參與 在跟他掌控 那實際上他背後的股東 大部分股權是屬於那些官僚所有的 有一些是本地的官僚 有一些甚至是省一級的 甚至是中央一級的官員 就看你這個企業過去 你的盈利的狀況怎麼樣 盈利越好的 你背後的背景就越深 中國沒有真正的資本主義 中國只有權貴資本主義 所有賺錢的行業都有權貴 權貴階層權貴家族 是在後面在主導的 那麼有了這一部分人主導 他們就可以視義妄為 他們就膽大妄為 他們就可以做一些讓大家想不到的 今天答案就是這種大爆炸 在這種事件當中 他們得了經濟上的好處 他們避免了所有的這些經濟上的損失 但是呢 有一個代價 這就是要那些在他們企業中工作的 在他們企業周邊居住的 那些老百姓來付的代價 生命和財產的代價 在過去這半個月20天當中 在中國至少有幾百人 為這些事故付出了生命和財產的代價 非常的令人痛心 那現在怎麼解決呢 所以在這裡呢 我是希望全國各地的所有的民主同道 維權圈的這些朋友 大家一定要跟你們身邊的周圍的 這些親朋好友 讓他們知道 尤其是那些在工廠裡面 效益差的那些工廠裡面做事情的 親朋好友 要向他們提醒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首先呢這個工廠裡面啊 大家公有 大家要團結起來 要知道自己現在正處在一個危險當中 團結起來之後 要對工廠的各種的細節 大家要充分的注意 如果發現有任何疑點 馬上就公布出來 現在我們處在一個互聯網時代 處在一個自媒體的時代 我們先在自媒體上公布出來 中共的媒體 它是不願意去公布這些數字的 我們自己公布出來 至少是讓我們周邊的這些朋友 周邊的這些工友 周邊的這些居民 讓他們知道 我們現在都是有危險的 那第二個呢 如果是這些消息在國內被封鎖了 大家還可以到國外來發布 那國外現在有很多的媒體自媒體 但是願意為大家發布這些信息的 我們全民共證平台 也是願意為大家發布這些信息的 不要等到災害發生之後 事故發生之後 罪惡發生之後 大家再來痛哭流涕 在發生之前 我們就做好充分的準備 阻止它發生 那麼 有些已經發生的那些地點 那些民眾 我們怎麼辦呢 比如說像江蘇 嚴城地區的 降水縣的周邊的這些民眾 怎麼辦呢 還有其他地區的發生了類似的災害的這些民眾 怎麼辦呢 那大家要想得到賠償 這是大家應有的權利 但是呢 如果大家不團結起來 那是得不到賠償的 那今年五一的時候啊 這是勞動節啊 所有的勞動者 無論你現在是這個有工作的還是已經失業的 現在都在大家都在一條船上 大家都在危急之中 大家現在失業的人啊 現在已經想找工作非常困難了啊 已經呢是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而有工作的人現在呀就受到了很多人受到了巨大的壓力 巨大的剝削經濟下行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怎麼辦呢 一定要國家要政府 現在要出面 一定要啊 政府來承擔這個責任 跟我們共渡難關 政府是有錢的 過去中國這幾十年啊 靠著老百姓的辛勤的勞動 政府的大量的稅收 現在啊 應當是拿出來回饋給社會 回饋給老百姓 我們過去所付的那些所謂的保險金啊 那些稅款啊 現在政府應當返還給老百姓 所以這一次五一 無論是失業的 還是有工作 但是對工作現在的狀況不滿意的 受到的剝削太嚴重了 還是受到了現在的這個 非不安全的這種生產環境的 這種壓迫這種危險的 這些人呢 大家都聚集起來 一起到各地的縣委、市委、省委 大家到那去跟他們反映情況 要求他們進行救助 要求他們呢 對那些可疑的情況進行調查 要求他們呢 對那些已經出現的危險 要進行矯正 今年五一下午兩點鐘 各地的縣委、市委、省委 大家就近和親朋好友 和公友和同事 大家一起去和平的請願 大家不要帶橫幅標語 也不要喊口號 人多的時候 大家就聚集起來 要求跟各地的黨委書記 大家來對話 人少的時候 大家就各自回去 那麼下一次等到我們 把這個消息傳得更廣了 讓更多的人 一起來行動的時候 我們再來 今天五月一號 我們來做這麼一次嘗試 我們推動全民共振 現在已經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了 在過去一年當中 結交了很多的朋友 很多朋友接受了 這個共振的理念和方法 但是呢 還有一些朋友 現在還有一些疑慮 那其中有一個疑慮 就是用這種公佈時間地點 提前公佈時間地點的方法 會不會引起這個維穩機構提前反應 提前來進行圍堵 這種方法是不是有效 那我告訴大家 我可以肯定地告訴大家 這是非常有效的 我現在呢 就來給大家講一講這個道理 也來講一講幾個事例 在一個國家 要引起一場社會變革 在開始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次 有足夠多人參與的一次行動 才能夠產生相應的相當大的衝擊力 才能夠在整個維穩的打壩上面 打開一個缺口 這叫破局 破局最初是要有一股力量的 那麼這一股力量呢 過去一般都是由成形的組織 政治組織來引導的 來號召起來的 比如說在清朝的時候 武昌革命 那就是由同盟會 那這樣的一個組織 來進行動員的 他們呢 過去曾經進行過十次的起義 但是呢都沒有成功 但是後來呢 他們在軍隊裡面呢 發展出這個同盟會的 一大批同盟會的這些會員 這批人呢 滲透到軍隊裡面 在軍隊裡面掌握了一些重要的一些職位 中下層的這個軍官的這些職位 也發展了一大批的會員 那麼在武昌這個地方呢 正好有那麼一個時機 大家舉行起義 這就成功了 這是有強大的政治組織 在背後進行策劃 進行動員 進行組織的 還有一個勢力 就是現代顏色革命的一個勢力 就是86年菲律賓的革命 那也是有反對派的一個強大的政黨 在後面動員的 所以當時第一天上街就有100萬人 這個政黨還要加上當時天主教會 菲律賓天主教會 幫助他們從旁協助 所以第一天就有100萬人的上街的這種規模 才形成了這個菲律賓的顏色革命 這個最後的這個正式 但是呢 在有一些國家 包括我們中國在內 反對派是沒有機會 在這個政權還沒有垮台的時候 是沒有機會啊 形成這麼大的這種啊 政治力量的 政治組織力量的 我們行不成這麼大的組織 我們的組織啊 到了幾十個人 一百個人 就被人家破獲了 就被他們鎮壓了 在海外也行不成這樣的組織 因為海外華人呢 說實在的 雖然有好幾百萬 但是呢 大家一到這個海外之後啊 絕大部分人 他沒有這種政治意願 而且呢 大家在海外啊 這個過著安居樂業的生活 在現在西方國家 他們也沒有多少啊 這個種族歧視 大家在這裡安居樂業自然呢 樂不思蜀 自然對祖國的事情呢 不是那麼關心 正義感是有的 但是你要讓他們做任何事情 讓他們付出一點點行動啊 付出一點點這個資金 他們付出一點點時間 他們是不願意的 所以說海外這也不能夠形成這樣的組織 跟當年的辛亥革命時期完全不一樣 那個時候的海外華人呢 他們根本沒有可能覺得在海外啊 這個真正的能力足 他們都是想著將來還要落葉歸根 所以對故國他們有一種啊 割捨不了的一種情懷 他們願意為故國的進步 來付出努力 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價 當時的這個黃華港七十二烈士 那全部都是海外的華僑 那麼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 都不能夠形成這樣的組織 這樣的大規模的啊 有全國性號召力的組織 那麼是不是有全國性的這種領袖人物呢 這個登高一呼天下響應呢 也沒有可能 中國沒有可能 產生甘地曼德拉昂山素姬這種人物 為什麼 因為一個人 只要他在社會上有一點點號召力 一個反對派的人物啊 有一點點成為全社會領袖的這種可能性 中共啊就馬上要把它幹掉 劉曉波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還有彭明呢還有王炳章 這大家都已經看見了 中共絕對不允許這種人存在 他會想盡一切辦法 會冒天下之大不為 要把這些人殺掉 那既沒有這樣的強有力的組織 也沒有這樣有號召力的人物 我們反對派怎麼辦呢 那就是要建立小型的組織 大規模組織建立不起來 我們建小型的組織 小型的組織還是有相當大的空間 只是要我們的組織策略 是對的 那我們從七年以前就開始 就跟大家推薦 推廣一個叫做公民同誠的 這樣的一個組織策略 簡單的說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放棄過去的 那種搞組織的那種老的套路 不能夠說我要成立一個 什麼秘密的會黨 政黨社團 我們不需要 我們不需要這個名稱 我們也不需要搞一套組織機構 什麼有領袖 有主席、副主席 各地支部的支部書記 不需要 我們搞什麼呢 我們把本地的這些同道聚集起來 大家形成一個社交圈 社交圈沒有領袖 沒有機構 沒有章誠 甚至也沒有名稱 但是呢 大家有共同的目標 共同道路 大家有分工合作 有互相的信任 那麼這就是有個組織的實質 沒有組織形式 但是有實質 這也是組織啊 那麼很多這樣的組織 大家都建立起來 那麼整個的這個民主陣營 整個的反對派的陣營 我們就有了一個基本的組織的 一個基礎在這裡 那既然在現在的 中共的這個監控體系的監控之下 我們沒有可能形成大組織 我們一到幾十個人 就被他們破獲了 那麼我們這幾十個人 有必要成立一個政黨嗎 沒必要啊 就是用這種社交圈的形式 我們就能夠真正的做一個組織在運作 而以這種社交圈的形式呢 中共它是很難破獲的 尤其是當我們這個社交圈裡面 沒有人是曾經站在第一線 跟中共直接對抗的 我們這些人裡面呢 大部分都是還沒有進入中共的 這個維穩體系的這個監控視野的 那麼我們就是啊 在隱於十四億人當中 大隱隱於四 我們就是藏於九地之下 中共啊根本不可能知道我們的存在 只要我們堅守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原則 比如說低調啊 我們不是說有任何事情呢 我們都在網上面去公開宣揚一番 我們可以說一說對這個社會不滿的啊 對現實不滿的這些話 但是呢我們都是掌握好分寸 不主動的不公開的去挑戰中共的這個惡法體系 就是要合法 第三個呢就是我們不主動出擊啊 不搞那些全國性的架構 我們就是在一個地區在一個城市裡面 把這個城市的這個地區的這些同道聚合起來 這樣就好了 這樣子呢 我們就不可以不會引起中共的監控體系的這種關注 那麼有了這麼多的這個小團隊之後 很多的小團隊之後 那麼下一步怎麼辦呢 有兩個動員破局的這種模式 那第一個模式呢就是突尼斯模式 2011年的時候啊 這個中東和北非爆發了茉莉花革命 那也是顏色革命 那麼有兩種形式啊 第一種呢就是突尼斯的這種動員破局的模式 第二種呢就是埃及的模式 突尼斯的模式呢 我們可以說是這個有點疾面的 有一點帶面的這種動員模式 埃及的模式呢是遍地開花的這種模式 這個突尼斯呢是以一個事件為起點的 就是當時有一個小販 他在這個被城管欺負之後啊 奉而引火自焚 這件事情呢經過媒體的這個曝光 那經過這些反對派的 不斷的把這個事件呢推向全社會 那麼最後形成了一個全社會的共識 那麼整個的抗爭呢 從一個地點開始啊不斷的擴大 最後波及到全國引起了全國老百姓呢一起上街 這是一種方法 有一點帶面 那另外一種啊就是埃及的模式 當時呢突尼斯革命已經基本上成功了 那麼埃及人一看突尼斯已經成功了 那麼我們也應當幹了 但是埃及當時沒有這麼一個事件 來引起整個國家的關注啊 沒有一個起點 那麼怎麼辦呢 人為的製造這個起點 當時埃及呢就有一部分年輕人 他們在臉書上面呢 曾經組織了一個群體 這組織了一個群組 大概當時有這個群組 臉書群組啊 虛擬的群組 有40萬人 那麼這個群組 群組的這個操作者啊 是一個在迪拜的一個谷歌公司的 在當地的一個管理人員 他呢對互聯網的這一套操作是非常熟悉 組織了這個群組之後呢 他有一天呢就看見這個突尼斯革命成功了 他就在這個群組裡面發了一則消息 說啊我們2011年1月25號 大家一起上街 突尼斯人能成功的 我們埃及人也能夠成功 他把這一天呢定為憤怒日 就是全國老百姓你對這個政權不滿的 大家就一起上街 用約定革命的方式來啟動這個破局 結果到了1月25號 2011年1月25號 埃及的老百姓啊 當時情緒真正的已經到達了這個臨界點 所以就很多人就一起上街了 那麼第一天就達到了上百萬的人 這就是遍地開花的模式 在埃及的各個城市各個城鎮 都出現了抗議的人群 通過這種人為的約定 人為的製造一個起點 遍地開花的模式 那麼這兩種模式 在中國實際上都是可行的 都是在理論上是可行的 就是看哪一種模式先成功 那麼我們全民共振團隊呢 實際上是在兩種模式 我們都一直在推廣 第一種模式呢 就是突尼斯的那個模式 以點帶面的模式 從一個點出發 逐漸地擴大 這對那些啊 這個中國的那些小型的政治團隊 民主團隊啊 要求比較高 中國現在有很多的大型的這種群體性事件 那麼事件一爆發 理論上講 都是可以成為一個波及全國的 那個以點帶面的那一個點 只要大家操作的好 我們過去啊 在這個幾年當中啊 一直是在推廣 中國的那些民主團隊啊 大家要進行自我培訓 大家要掌握 街頭運動的這些戰略戰術 掌握動員和組織的方法 我曾經在這個街頭革命方法論裡面呢 就講過一個叫做滾動式動員的 這樣的一種方法 就是當一個地點 形成大規模的民眾聚集之後 政治團隊很快的介入 然後介入之後啊 把這個參與者啊 迅速的進行組織化 然後呢 把組織起來的那些人 迅速的讓他分散到周邊的地區 再去進行動員 動員起來了周邊的群眾之後 再進行組織化 組織化之後再進行動員 這麼一波一波的往外動員 那麼就可以形成 以點帶面的這種局面 就可以形成埃及突離式的那種革命的模式 但是呢 但是呢 到現在為止啊 現在有很多的 這個國內的一些同道 正在探討這個問題 正在琢磨這個問題 但是現在呢 我們還沒有還沒有成功 沒成功不要緊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啊 用另外一種方式再來嘗試 這就是啊 大家都知道的 我們現在正在推廣的 就是遍地開花的模式 通過人為的製造 這種啊 起點看看 不斷的來推動大家 形成一個共識 比如說這個五一共振啊 現在國內的很多的 這個啊 群體性事件 那大家都是分散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啊 一天二十四小時 任何時候都可能爆發 一個群體性事件 但是 因為大家像這個 時間上面太分散了 地點上面太分散了 那麼 每一個事件的規模都不會太大 那麼怎麼辦呢 我們就把它相對的集中一下 尤其是在時間上面相對的集中一下 集中到同一個時間 比如說四月和六月的要爆發的那些群體性事件 如果有一些是人為的正在策劃的啊 那些獨立的事件 我們讓它集中在五月一號這一天爆發 那麼自然的這些不同的小型的分散的 群體性事件之間呢 就會因為時間上面的同步 就會產生一個共振效應 就會產生一個強大的衝擊力 這就像過去啊 這些天呢 那些密集的那個爆炸呀火災 它對整個社會形成一個衝擊力一樣 群體性事件密集的爆發 在同一個時間同時爆發 也會形成強大的衝擊力 共振效應會形成強大的衝擊力 這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 那麼有些朋友的疑慮就是說 如果是這個共黨知道了 你們的這個集會的時間地點之後 它會不會來圍堵一定會的 而且我告訴大家一定會知道的 但是不怕 為什麼呢? 因為按照中共現在他們監控的能力 你只要超過幾十個人 一百個人要舉行這種集會 密謀是不可能的 想對他們保密是不可能的 他們現在有這個能力 監控到你們正在幹什麼 只要超過了幾十個人 沒有保密的可能性 那麼你如果是要一場大規模的 群體性事件集體的這種街頭行動 那就更不可能了 那麼既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為什麼要保密呢? 你想對中共保密 那是不可能的 那麼只是你要想保密的話 只是對我們自己那些潛在的同道 那些潛在的參與者保密了 所以我們損害不了中共的這個監控系統 我們損害的只是自己這個參與的規模 只是對自己的這個動員能力的損害 那這種事情為什麼要去做呢? 那麼中共知道之後 他們有沒有能力來圍堵呢? 我告訴大家 沒有能力的 只要大家把思維稍微調整一下 我跟大家講一個實例 那很久之前的了 八七年元旦的時候 北京當時很多大學的這些學生呢 受到方立志教授的這個號召影響 就準備在元旦那天到天安門廣場去進行集會 就要求自由民主 那中共當然是知道這個情況的 所以他們提前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了布防 他們把一大批的小學生安排在天安門廣場的中央 讓他們向著烈士紀念碑啊 向他們這個進行花圈 反正是搞小朋友的活動 那麼在廣場上面呢 他們也潑了很多的水 當時天寒地凍的水就結成冰了 所以人是沒有辦法在外面走的 同時他們在天安門廣場四周啊 佈置了很多的警察不讓人進去 但是呢 人這些學生呢 四面八方的他們已經決定去了 都去了之後 他們就在這個警察的這個封鎖線之外啊 就形成了聚集了 確實是他們去不到天安門廣場 原定的天安門廣場的那個中央 但是呢 他們在警察布防的這道防線之外 他們自然的就聚集了 而且呢大家互相看得見的時候 他們一看見大部分人 其中有一大半的人呢 剛開始去了之後是聚集在 這個天安門廣場東部的那個 歷史博物館的那個旁邊呢 所以其他的那些閃兵游泳 呼啦呼啦就很快 就到那個地方全聚起來了 一下子就聚集了一萬多人 雖然中共他也想攔截 他也派了大量的警力 但是他就是攔截不住 你在哪裡攔截 人群就在你那個攔截線之外啊 就在那裡聚集了 我們不是要去佔領一個地方 我們主要是要聚集 任何地方在剛開始的時候 都不是我們去佔領他們的 都不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是聚集 大家把這個思維轉移一下 就能解決這個問題了 我們現在所公佈的那些地點 並不是說大家一定要到達 所有的人從四面八方 往那個方向聚集 無論警察他怎麼封鎖 只要人去的足夠多 我們就能形成聚集 聚集起來就能形成衝擊力 我們聚集起來 街頭運動就有了一個起點 現在大家我相信呢都明白了 所以說用這種啊 公開號召的方式 用這種約定聚集時間地點的方式 這是有可能成功的 埃及人已經成功了 那麼我們中國人也有可能成功 但是這不是五一的方式 這種方式啊 即使是我們不成功 但是也會吸引大量的中共的警力 那這一次五一的時候 我們是把這個戰線拉得非常長 我們消息擴散出去了 要在全國所有的縣委、市委 這個省委要聚集 全國的縣委有三千多個 那現一級的這個黨委機構 市委、省委全部加起來 有將近四千個 那麼讓他們去布防 讓他們呢把戰線拉得很長 我們拉他們這麼幾次 他們的整個的士氣啊就沒了 即使是我們一個人都沒聚集起來 但是呢也會為其他地方的那些 那些一點待面的那種模式啊 能夠成功啊創造了非常好的條件 所以說呢 大家不要再疑慮了 大家看見了全民共振的信息 你如果是在海外 就拼命的往國內的平台上面去轉發 那如果你在國內 你就拼命的啊 用私下的口頭的方式 向周圍的你的親朋好友 那些維權群體 向他們去傳播 傳播的越廣 中共呢他們的維穩體系啊 他們這個動作的幅度 他們反應的幅度就越大 他們消耗的資源就越多 他們士氣受到的打擊就越大 最後我們成功的幾率就越大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對街頭運動感興趣的朋友 請大家訂閱我這個頻道 我希望呢 今後跟大家 系統的詳細的來探討 街頭革命的方方面面的戰略戰術 那麼在今年六四之後啊 我也準備開通一個直播的頻道啊 跟大家來即時的來溝通 大家有什麼樣的信息 都向這裡會龍 有什麼樣的疑慮 大家就提出來共同的探討 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共同的來面對來解決 非常感謝大家 今天就跟大家先說再見 下一次我們繼續探討